为了宣告南投县即将举办县运动会 日前南投县政府以及县体育会举办县运圣火传递的活动 在埔里镇公所主任秘书以及副委长潘英全服务处主任等人的迎接之下 县运圣火正式传递到埔里镇 这两天南投县特县会今天代表了我们专门委员会 我们林明珍林县长来邀请国庄顿市场 和我们庄顿特县会理事长 大家共乡胜举来参加这次66次官员的运动会 你现在也要邀请我们的县市长 大家来关心我们的选手 给我们的选手一个将生来给他们鼓励 在我们的南投县特县 在11月选三到选六 欢迎南投县市长来到南投县特县 先员林芳宇表示 希望借由现运的举办能够让参与选手发挥团队精神 也预祝所有的参与队伍能够取得心目中的佳机 有好的身体才能够应付我们的未来 尤其是学童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 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我相信比课业上更重要 希望说借由这个比赛 除了提升他们的运动精神 荣誉感之外 还有我们的这个团队的 发挥团队的精神 我相信这对整个教育 可以说是教育的一环 在这里住每一队 每一个学员都能够拿到他们心目中的奖项 能够得到一个佳机 副委员长潘英全表示 南投县运动会是南投体育运动的一大盛事 除了希望参与的团队 都能够拿出最好的表现之外 也鼓励香气能够多运动 让身体更健康 记者成为一普理财房报导